屋宇署要求有关工程的注册结构工程师提交报告 再跟进行为检控 扎铁工会就指出问题批斥 有机会供应给其他地盘 另外当局要追查 林可荣报道 被验出不合格的钢筋 是类似这些咬了做长方形的枯筋 用来枯着一支支打直的钢筋 扎铁职工会主席黎巨辉说 每批钢筋都有厂商的证明书 标示那批钢筋的强度 送到工地每30吨要抽3支化验拉力 一般7至10日有报告 行内的做法一般都会将送到工地的钢筋 噴上不同的颜色去标示他们的批斥 化验完的话就要再噴绿色 去标示他们是已经化验完 所以前线工人一般都不会搞错 哪些批斥验了哪些未验 今次化验有问题的钢筋重20吨 黎巨辉认为有需要追查 同一批次的钢筋有没有供应给其他地盘 建筑业用20吨是一个小的数目 生产商应该会不止生产20吨这个数目 和供应商那边着手 去看看同一批次会走到哪里 有结构工程师说 每个地盘都有铸地盘工程师 负责监测工程质素 要由他确定化验报告 才可以用钢筋 不过在私人工程 偶然会出现一边扎着铁线 一边等报告 在他们角度 只要未落石屎 都不算用了钢筋 屋宇串说 已经要求地盘的注册结构工程师 就事件提交报告 一般而言如果发现地盘 有安全或者周围问题 会立即要求注册结构工程师 或者承建商补救 并会视乎情况 根据建筑物条例 检控有关人士 和采取记录行动 有先电视记者林海融报道